酸湯香 酸湯米齁 湯湯米齁 來加我們椒鹽下去 這個是夾哥哥夾哥做菜 讓你做變得很簡單 來今天要做什麼料理呢 今天料理非常簡單 同時也是眾多網友投稿的 如何把玉米筍做的好吃入味 也是夾哥想想這個其實 你要簡單要好吃 會導致我的片長不夠長 很多話 來玉米筍這種東西 你在鹽酥雞店啊 我鍋店啊 任何料理幾乎都看得到它的存在 它可以用炸的吃兩半的 都可以 那今天夾哥做一點不一樣的 我們來做我們的 膠炎劇神 來自正面開拍之前 請先到我的Youtube按讚訂閱 要分享更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不要到解釋的粉絲專頁 按照追蹤搶先看啊 IG算夾哥 連素算夾哥大家庭 記得去追蹤 按讚分享 都是我發表的動力 截圖 有些玉米筍啊 我們要先給它開刀一下 讓它跑入味 來 那我們開十次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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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切完了 來個來 我們燒了一鍋水 等它滾一下 我們先把它下去 汆燙一下 好玉米筍喔 那個氣味比較沒了 好燒的這鍋水呢 差不多已經熟了 喔差不多已經滾了 來加一鍋鹽巴 好 讓它拉一下 來這時候我們的玉米筍啊 全下齁 來去汆燙一下 好基本上差不多 這樣看起來是熟了 要怎麼看到熟不熟啊 其實玉米筍不好看啊 混水之後啊 大概兩三分鐘 金錢就熟了 好 然後我們關火喔 來全部把它滾起來 好滾到旁邊 先我們換一個鍋子來炒 來一樣開瓦喔 鍋子燒一下 好 補油 來其實啊 把玉米筍弄得好吃啊 有很多方法 最香的我當然也是說 你用油炸的方式 再拉起來炒 但是我們今天 因為太多人都說 不要常常用油炸的 因為油那麼多難處理 那我們今天就簡單的 我們是用燙的 燙燙起來 然後炒 同時廢話的當中呢 拿這個油鍋已經熱了 來把我們的玉米筍先下去炒 好 再翻炒一下 好 現在差不多了 來 再來把我們的蒜頭 還有辣椒還有蔥 下去炒香 來 我這邊蒜頭的味 蒜頭的味道 來 加我們的椒鹽下去 來 把它弄得均勻 來 OK 好 基本上都是熟的 鹹鹽消離去而已 OK 我們這時候 關火 來 最後灑上我們的蔥花 全下 好 來 加兩顆 來 加我們的醬油玉米筍 完成 今天的各位美味試吃時間 我們來吃花的玉米筍 有清味嗎 有鹹醬嗎 有好吃嗎 有好吃嗎 來 哇 這個好像章魚喔 小章魚 就是吃胡椒蝦 蝦子變成玉米筍 好吃 這看起來啊 玉米筍啊 簡單下去這樣做啊 真的 非常的好吃 OK 我又教了你們一道 超級簡單的 料理 我們的椒鹽玉米筍 完成了 但是他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就是 之前簡安哥大小平有開 給大家福利的回饋組 是首賣 剛開賣 在一個小時內 全部秒殺 那其實這個東西 我只是要給你們一個回饋 陸陸續續到現在 還有很多的家人們 一直私訊簡安哥的本事團說 還能購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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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簡安哥要在這裡 跟大家說聲很抱歉 活動限量就是 那些主術 先搶到就是先有福利 好 就是給你們的回饋 之後呢 如果有另外的活動 或是回饋 你們再來多多注意我們的 簡安哥在家庭